台东县百年历史的新生国小 27号获得国内大型石化企业的任养 不必等政府逐年编列的有限预算改建老旧校舍 明年暑假新生国小就会有一栋四层楼 外观像卡通龙猫造型的教学大楼可以使用 其实新生国小是台东县第二所被企业任养改建的小学 在今年4月 兰宇的狼岛国小已经由企业任养改建完成了一栋教学大楼 不过全台东还有超过14所老旧的国中小学 一共需要20亿元来改建 但地方裁员贫乏 只能向企业招手 我想我们最危险的 最迫切需要的我们就先处理 那当然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可是我想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做 50年前实施9年国民义务教育 各县市普遍盖了国中小学校舍 现在全国一共有7万多间校舍 面临老化需要诊建 最近三年教育部才编列270亿 诊建完成7000多间老旧校舍 诊建速度缓慢 教育部也希望国内企业界能支持 我们整个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国中小 还是相当不够的 因此我们也会继续跟我们民间团体 来邀请他们来提供协助 不过要争取民间企业任养老旧学校 竞争也很激烈 要提出具体改善教学 提升学习能力的完善计划 才能获得企业认同 想要得到企业支持教育 学校自己也要很努力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